感谢天师德 也谢谢我们刘讲师 在上课之前 跟我们所分享的 那一小段的心得 尽管长期以来 我们在佛堂研究的各教经典 听得各个不同班级的道理 它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引导我们每一个人 学会降服自己的旺心 金刚经要如释助 如释降服其心 如果旺心能够降服掉 真心它就自然显现于万 但是回归到现实的状态 六万多年来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用自己的想法 去判断别人的好坏 用自己的看法 作为我们处事的一个方针 所以在人我对应的过程 尽管我们没有任何的恶意 但是却因为我们都是基于 自己的角度看待一个人 一件事 所以就难免 在彼此都没错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产生了 人我之间的冲突 所以一般世俗的人 他欠缺这些道理的引导 就难免日复一日的 用他的这样的态度 去过完他的一生 可是我们在求道以后 付出了那么多的一个心血 参与道物的帮办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来参观听道理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走出 跟别人不一样的原生 我们希望这一生是一个良好的起步点 我们用这一生的努力 为自己的将来打下良好的基础 所以我刚刚在听我们刘蒋师 讲那段红衣大师的话 别人怎么对我们 我们视为是自己的因果 我必有前因才招来今天 一个不平的对待 所以无怨无悔逆来胜受 但是我在面对这件事情 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回应对方 那就是代表这一生 你我修行的一个德性 那我们有缘处在一起 我们有幸得在圣人的经教之下 不断的欣喜自己 面对别人的错要懂得包容 面对自己的过 千万不要下手留情 所以我在听刘蒋师讲那段话 我心里面感触良多 我的感触是在佛堂里面 大概涉猎经典的时间 在比率上我比在座的前嫌 都要来得多来得高 但是问自己心性的修持 在一些些微枝节的小事现前的时候 我却未必能够平心静气的去对待 唯一感到感恩的是 这种不平的情绪 不会像过去一样 长期的横跟在自己的内心 他还可以在极短的时间 他就把它划除掉了 然后也透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亲身的经历 也学会了懂得去包容别人 或许常常告诉自己 你是那么努力的希望能够营造自己 心性的一个尽可能的进化 达到一个勇满 但是在这么处处小心的前提之下 偶尔都还有人心会冒出来 偶尔都还会站在自己的角度 看待你周遭的人事物 偶尔在对应的态度上面 都还会有一些的强硬 那如果你是如此用心的要求自己 你还难免会重蹈过去 不该有的一些错误 那你焉知别人不也是如此 当有这样子一个回光返照的时候 你就会加精觉 就如同刚刚我们在 无相送品面所谈的 你要不见别人过 不是眼睛不要见 是你的心没有时间见 我的心为什么没有时间 见外面别人的一些的 是是非非好好坏坏 因为你把全部的心力 都收射在你自己的身上 所以真要不见世间过 它的唯一的方式 就是你常见己过 这也是后学这些年来 自己早就体会出来的一个道理 那只是在运作的当下的时候 跟成相遇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让自己 瞬间就巴疯不动 还是需要一番人心跟道心的挣扎 才能够找回自己内心的宁静 让自己能够保有自己的自信在做主 它中间还是有挣扎 所以前邪门在听义礼的时候 我想你我的心境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有六万多年的沉沦 可能你的根气比我还要利 所以你的挣扎过程 不会像我这么一样的艰难 但是无论如何 你我共同的方向 就是我们希望自己的心性 在这一生尽可能的提升 然后透过我们外面与人广结善缘 我们减轻自己这一世的一个业力 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看到风这么冷 然后我就压然想起 我以前曾经在夜晚 看到一些流浪汉的情景 我们太好了 我们有屋子可以遮风 我们在天冷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换自己的衣着 我们热的时候可以开冷气 开便风扇 但是云云众生 不要说其他的国度 就我所见小小的这么一个范围里面 我还常见有很多的人 他没有一席立足之地 他也没有隔餐的一个粮食 他也没有可以遮风的一个衣物 这些都是后学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我打开眼睛 看到周遭一些人受的苦的时候 然后激励自己有感恩的心 我们或许拥有的不多 但是相较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你真的要感激你自己的过去生 然后你也要感谢 感谢这一生因为有求到的机缘 你还可以将你过去生 曾经建立的德性 在这一生继续发扬光大 所以我摸一句良心话讲 假如我不走道场 假如我不去听闻圣人的道理 假如我没有跟你们这么多的善知识 长期的跟你们相处 看你们所做的点点滴滴的好事 我想我是一个冷漠的人 我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 所以将自己所受的一切的恩责 但凡心性的有改变 其实那也真的就是天恩的一个浩瀚 如果没有大道的一个将士 如果没有这么多同修 道办一起的学习互相的熏习 那么我们就可能在未来生的时候 丧失掉我们这一生所拥有一切美好的事物 所以我听刘蒋师在讲那一段 引用红衣大师的话的时候 我心里面激发了很多的惭愧的心 因为自己道理看得蛮多的也蛮用心 但是心性的修为 确是插我们刘兄 插我们现场很多的前嫌 是有一大截的 但是后学不气美 因为只要我活着 我就还有提升我自己的一个机会 我们进入到文昌帝君的这一段经文 叫做《命人之故》 这些都是文昌帝君 他藉由他所讲的话 激励我们这些所有的有缘 可以读到帝君开示的话语的人 要我们有一份慈心 能够常常与人广结善言 这个孤的定义有分为四种 我们最耳熟能详的 就是那些孤苦无依 没有父母可以照顾的孤儿 我小的时候 每年四月初四 还曾经去孤儿院办过孤儿 为什么 因为政府机关会进孤儿院 在四月四号儿童节 会播放一些 发放一些的物资的东西 那么他们要找一些 看起来比较肥胖的小孩子 进去充数 后学记得姐姐在孤儿院服务 那理所当然 我从小就开始 学习扮演孤儿 那个时候从来不知道 孤儿是什么意思 只知道那一天 我可以拿到很多 我平常得不到的东西 里面就有泡面 那个泡面就是你们现在 火锅吃的碎碎的那种东西 叫做王子面是吗 后学就会记起来 还有一些的文具 铅笔啊 我领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接触孤儿院从来不知道一个孤儿 他要承受多大的一个艰难 在他一路的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无一的 这是我们讲的孤儿 另外一个就是 他没有手足 也没有任何的亲戚可以协助他 只有他一个人存在这个人世间 这是大人的 那还有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段术语 就是南漂啊北漂啊 我北部的年轻人到南部去工作 然后周遭没有熟视的亲朋好友 这个也可以称之为孤 那还有一种就是针对修道人而言 所谓的道高悔来得修放心啊 当你只是一般的放孤走足的时候 你发觉你没有得到外面多大的一些的 冷言冷语 可是当你有心要走修行路的时候 你竟然发觉那些曾经跟你友好的人 偶尔会说两句话来酸你 哎呀吃素做什么呢 对不对 人生活着没有意义了 然后你们跑去佛堂听道理 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我们去外面走一走 不是要来的比较有滋味吗 你会多多少少接受到这些 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伤伤力的一些的 冷言冷语 这些是针对修道人他会遇到的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行当引之啊 你好像在这么多的人里面 只有你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跟别人不同 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孤 面对不同的孤的种类 我们给予不同的帮助的方法 那今天的这个敏仁之孤 他就强调我们面对社会上最弱势的族群 就是孤儿这个区块 我们能为他做什么 最精寡拔困了 我早些年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 他常常在各个孤儿院 他会捐赠一些衣物 他从南到北 包括北部包括我们新庄这边的哪些孤儿院 大大小小的人数他都很清楚 他说他没有想到 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社会资源这么丰富 还是有这么多欠缺别人关怀的 弱小的儿童 实际上过去古德就讲 圣经里面也记载 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就叫做孤儿寡母 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欠缺经济的扶持 也欠缺别人给他们的关怀 那后学这边就讲一个故事 这是发生在我们台湾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人他在无意当中夫妻两个照顾一个走失的小孩 最后竟然赶招了这个人的已经往生的父亲前来报恩 这是发生在金门那个时候 大概在1949年 民国38年或者37年 两岸之间好像还有一些战火在连缅 那有一对姓王的夫妇 那金门那个时候也没有发展的 像现在成为一个观光顺地了 那这一对夫妇在行经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 就看到一个小孩子迷路 年纪很小 大概就是两三岁 就站在路边哭哭啼啼 那这一对夫妇就很好奇 然后又见这个四周围太过于荒凉 怕这个小孩子有危险 两夫妇就起了同情心 就站在小孩子旁边陪伴着小孩子 看他是不是有大人会把他找回去 可是等了很久的时间 都没有见到一个大人走过来 来找这个失落的小孩 那天色已经渐渐晚了 于是这一对姓王的夫妇就擅自做主 把这个小孩子带回到自己家里面 让小孩子吃了一顿饱餐 睡了一个暖暖的觉 第二天一早 两夫妇就写了很多的一个告示 就在大街小巷附近里面去张贴 意思是说我这个地方有一个走失的小孩 如果有谁家里面小孩子走失 就到我这边来理 可是连续贴了好多天 依然没有任何人过来 找这个走失的小孩 于是这两个夫妇有没有 就很自然的就办了一个领养的手续 经过法院的一个所谓的公证 收了这个小孩子 从此以后 这一对夫妇跟这个小孩子 也相处得相当的一个愉快 然后隔了一年到了1950年的时候 那这一对夫妇带着小孩子 就一起搬家到台北 那某一天的晚上 隔了一年的某一天的晚上 这个王先生在睡觉 睡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醒起来 就坐在床上 就发呆了 他的老婆呢 被他的先生的动作 也给惊醒了 看着先生坐在那个地方 也没有讲话 于是就问他先生 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于是他先生就讲 一件事情很奇怪 我刚刚睡觉 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有一个军官来找我 他说他是在厦门 作战的时候 他已经死掉了 他的老婆也早就已经不在了 那他留下了一个小男孩 那这个小男孩 在无意当中 从亲戚家里面就走失掉了 他说幸而遇到你们夫妇两个 把这个小男孩给带回家来 而且你们很慈心的去照顾我的孩子 我对你们真的非常的一个感恩啊 他说我现在希望你们做一件事情 你们既然已经搬到台北来 那你们抽空到台北的中山北路二段双城街这个地方 连地址什么都有 里面有一个人 他叫做李之辈 他是我的朋友 我曾经在去金门到厦门去打仗的时候 将我家里面的所谓的格西亚一些重要的东西摆在这个朋友家里面 他有一口箱子 这个箱子里面有四套新的西装 还有一百块的美元 还有三十块的银元 各位浅显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哦 各位浅浅讲 那个西装有什么用也不见得合适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 还有孤一市场 也就是大家普遍性的经济很匮乏 所以买不起新衣服都去找旧的市场去买人家的衣服穿的 所以这些衣食的东西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生活必需品 于是他说那这一个军人就告诉我 他说你一定要去这个人的家里面把这口箱子拿回来 那里面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你们夫妇来表达我对你们照顾 我的儿子的一个心态我是非常感恩的 他先生讲完以后他太太也叫出声 他说我做了跟你一模一样的梦 结果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那这个王先生有没有就跟他的朋友讲 他做了这个梦 他的朋友也觉得很惊奇 但是同样给他一个不正确的建议 做梦的事情有没有也当不得真啊 你何必再跑一趟路呢 浪费自己的时间 所以他先生也就没有任何的动作 可是这个王太太不一样 女人到底是心里割不下事情啊 他自己一个人那一天早上就雇了一辆三轮车 就到了梦里面所讲的中山北路的双城街那个地方 后学去过那个地方 然后真的就在那个地址上面就打听出来住在屋里面的人叫做李之北 因为其实就在那个门牌上面就已经挂着了 于是王太太左右看了一下子以后就立刻回到家里面把他的发现告诉了他的先生 因为他先生第三天一起过来这个地方表示梦里面所见的绝对不是一个虚妄的事情 到了那一天的下午王先生跟王太太一起来到李之北的家 进到门里面以后那个李之北也就跟他们讲 他说其实这一段时间以来我的朋友天天托梦给我 他说我的朋友啊 他是在1949年的时候到厦门的部队里面去当官 他临走之前曾经留下了一口部箱一口箱子 这个箱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因为上了锁了 那今天既然你们过来了 那我在梦里面我的朋友也不断的托梦给我说 将会有一对王姓夫妻要来这边取箱子 叫我把东西原封不动的交给你 那既然你们来了我就在你们的前面把这口箱子打开 大家做一个清点 结果后续的动作就如我们所想 跟他梦里所见的一模一样 换句话说 他在抚养这一个小孩子的过程的时候 其实他并没有想说要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可是如此的慈心对待这个孩子 那最后得到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一个人已经归空的父亲 他还是念之在之 在他残留在人世间的儿子的身上 所以有人愿意伸出援手的时候 他就当然竭尽他的权利 想要去保护这一家的家人 这个是我们在台湾曾经切实发生过的 所以如果你照顾孤儿 孤儿的父母会想要报恩 那相对的如果我们欺负那些弱势的孤儿寡母呢 那人家已经归空的父母也饶不掉我们 那各位前嫌对这件事情 或许你会有一个好奇 这个已经死的人 他真的会来托梦报恩吗 我举一个我自己亲身遇到的例子 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搞不清楚 到底怎么一回事情 这个大概是在民国89年 离现在也有20多年的光景 后学的父亲刚去世 去世的话 过了百日的时候 是我们所有的手足就要过去给他们做一个祭拜扫墓 我们家族的人很多啊 这个男男女女加起来就十几个 光是儿子女儿加起来就十一个 何况还有配偶还有孙子 所以浩浩荡荡就去了后学父亲的墓地 他的墓地是在阳明山 父亲坚持要土葬 那个时候台北还没有禁止土葬 那因为家里人去了很多 所以那个坟墓地一下子就整理干净了 最主要是父亲的坟墓 他是用大理石覆盖 所以上面不会长杂草 那后学一个人就觉得很无聊 就沿着那个墓地四周围都是坟墓 就那条路就往前走 离父亲的墓地大概隔不到三个 隔不到三个我就看到一个坟墓 上面长满了杂草 后学私自在想 以那个杂草长得粗壮以及茂盛 你已经看不到墓碑 看不到坟头 我判断他好几年没有人扫墓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清明过后 所以要扫墓的都扫完了 那后学当下就起了一个念头 我家里面父亲是很妥善的 那么我也没事 我就回到了 跟弟弟要了一副白手套 就在这个坟墓的前面 就把他 帮他拔草 我总觉得遇到的就是有缘嘛 那就帮他除那个草 然后过没有多久 我的弟弟妹妹看到后学在这里 他们也过来帮忙 人一多就好办事 大概花了不到半个小时 就把他坟墓上的杂草全部除光 然后那个墓碑就把他清过 因为我们从小就受父亲的一个影响 小的时候给祖父祖母扫墓 爸爸总会在前后左右的邻居上面 都插一支箱 他说这些都是爷爷奶奶的邻居 要敦清木林啊 所以我们就从小而辱木人 对于这些坟墓没有任何的一个惧怕 觉得很自然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弟弟就拿了 应该是旺旺先辈 我记得很清楚 也摆在这个人的坟头上面 也给他擦了几支箱 然后事情就过去了 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父亲的前面 兄弟姐妹祭拜完 就在那边吃香的喝辣的 就是这样子一个活动 那事情也就过了 就万事OK了 结果那一天的晚上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跟我的女儿睡在一个房间 到了凌晨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是什么 我就突然坐起来 我坐起来以后就看到我床铺的前面 站着一个标形大汉 一个男的站在那里 因为屋里面的光线很暗 我是靠后面的那个路灯投射过来 我看得很清楚那张脸 我只看到他的上半身 下半身我也看不到 因为有床铺为证 我看了老半天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心里面是有一个念头 这是小偷吗 那小偷怎么站在我的前面不动呢 这个念头一起来 接着另外一个念头 就告诉我这个人不是小偷 其实他是没有对话的 我就看到那个人 我说你是 他就点点头 我马上下一个念头就跟他讲 我说我是好心喔 白天帮你除草喔 你怎么可以三更半夜来吓我 那个人听完以后 大笑一声就从窗户里面飘出去了 这件事情连我先生都不知道 我从那一次以后 我十多年不上我父亲的幕 那时候我为什么会记得那个人 因为当手足都在除草的时候 我去把他的墓碑给他擦干净 我看得很清楚 那个上面就是一个男的 然后那个笑貌就看起来很雄伟 就跟那个人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曾经亲身遇到的一个例子 所以这就是跟各位前嫌讲 我不知道那个人走了多久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我也不过就是一个念头觉得 左右邻居的坟墓都那么干净清爽 为什么独独这一个人的家 看起来如此的一个荒凉 就是那么一念的心就做了一个动作 也不是我一个人做 可是他就感应到 可是那个时候我认为这个感应 对我而言是一个伤害 因为那个时候我对道理的认识不够 对于无形界的东西 后学是有恐惧感的 因为我被吓过了 所以十多年我都没有上过那个坟墓 后学就再也不去了 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切身的一个经历 所以不要小看了我们随时随地所起的善念 那个善念即便你没有付诸实际的行动 它都可以对我们带来一份好处 那个好处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 你的心是温暖的 你有一颗温暖的心 你跟老天的天心就呼应了 因为天心至词啊 天有好生之德嘛 这个好生除了不杀生 还有悲天敏人之心啊 接着我们来看容忍之过 容忍之过就如同刚刚 刘蒋师在课前给我们做的那个心得的分享 我们要如何去包容别人 有心有意或者有心无意之中 所犯的过错 这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其实在我们不能容忍之前 它就隐含了一个意思 我们的心量太小了 假如我们的心量很辽阔 我们常用虚空形容你我的自信嘛 在虚空当中有动之非浅 有种种不同形态的动物植物在里面活动 那你看那个虚空有任何的动作吗 它会排斥吗都没有 所以我们一直研究经典 然后透过圣人告诉我们 自信如虚空 我们也是想方设法 要将自己的心量 扩展到那么样一个辽阔的一个境界 然后最眼前的可以审查自己进步的多少 那就是看你对于别人有心或是无意所犯的过错 即便是已经损及了我们的利益了 而我有几分包容的心态 我有没有将别人的错一直耿耿于缓 从这样的省思当中 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评一个分数 也就是长期的学到 讲修道修心 而我的心到底复明了多少 如果修道没有修心 你办到要静心就很困难 因为你是人心在做碎养 那在这个对应的当中 尽管是做一件好事 却未必真正能够符合好心好事的一个标准 所以要容忍之过 我们就必须常常反省自己 你在不间断的反省自己 已经养成一个本能 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第一个先考虑 我有没有说错 有没有做错 先考虑自己这一点 假如我没有说错 我没有做错 那么接着我就要平复 我自己那一个觉得委屈的心 因为当你觉得委屈 你就会不平 当你觉得不平 它就是人心的一个作用 因为道心从来没有我 所以它焉来的不平两个字呢 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会了宽数以后 才代表我们的心在与日的往上去提升 所以谈容忍之过 它也不是一个心的学习的课题 它其实就是六度波罗蜜的一个忍入型 它忍入也是心量的一个辽阔于佛 那于你我一般而言 假如别人犯的错是无心之过的 我们比较容易去体谅他 如果别人是有心犯错呢 这个所谓的有心就是他站在他的角度在思维 他也不是纯性要去伤到你 那面对这个情况通常我们就容易跟人家产生对立 我们未必愿意将对方的错给他化掉 那么这个文昌帝君他也教我们了 教我们这些内容 教我们这些方法 而这个方法其实在研读太上感应篇 我们在研究各部经典的时候 尤其是佛教的经典 他也是这样说的 有心之过我们容易包容 我不小心他泼到你的身上了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没关系洗洗就好 有心之过我们就会耿耿无怀 于是圣人教我们 你面对别人所犯的错 你要如何去淡化自己内心的一个执着 第一个连比无知啊 人非圣贤俗能无过吗 那这个人他也不是圣贤 你却偏偏用圣贤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 你不是强人之所难吗 那也代表你没有世人之名啊 那怪自己了 所以要把别人的过 揽到自己的身上 各位前贤这就是一个方法 是我没有世人之名 是我有一个强人所难 怪不了他的 实际上你要成圣成贤是何其的困难啊 你我自己本身都不是圣贤的行列其中的一位 你怎么就要求你旁边的人 要像圣贤一样有这么崇高的道德标准呢 所以这些的方法 你反反复复的去思维你自己 你就无暇去计较别人他所犯的错 第二个人生苦短相见即是永远 夫妻也好手足也罢 两代之间朋友亲戚朋友亲戚之间 那还至于同修盗伴之间 你我都是见一天少一天的 我记得当年的时候 我曾经去福山看过发一的韩老前人 或许跟着那边的点船是亲自去 去朝圣见过韩老前人 他没有跟我们讲一句大的道理 他只是提了一句话 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是见一次面少一次面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句话 后来我在佛经里面也看到佛陀的丁明 也是教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想法 去珍惜人我之间相遇的一个缘分 所以他跟你再好 他跟你再不好 他终将是你这一生擦肩而过其中的一位 你好得留下一个好的一个思念 那不好的你要对方带着一份仇恨 或者你要自己带着一份不平 然后两个人就离开嘛 何必呢 不是说好来好去 二来你也要给对方一个好的回应嘛 所以这是连离寿短 你连其动物的生命 朝生暮死 由不得自己 那对于跟我们并列天地人三才的人 尤其是这些有缘的人 为什么就没有悲逆之心呢 那第三个是最重要的 见贤私奇 见不贤内自行 这一句话对于后学而言 是一个当头棒喝 假如你见到某一个人 言行举止 不如理不如反 你就会将对方当成一面镜子 借尽可以正一观嘛 这个人讲话语气这样子 这个人做事这样的方法 会带给我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那你就要问问自己 你有没有用这样的语气 这样的态度 这样的方法去对应别人 别人对你会不舒服 你对别人 别人难道就好过了吗 这些都是让我们在人我对应 产生冲突 当我们内心有一些愤愤不平怒气的时候 圣人教我们 你就用这些方法去教着你自己 因为当我们有警惕的心 不也是这一个人 给我们所带来的当头棒喝呢 所以我们被再多的一些的精据 我们听再多的一个道理 无分是希望借由不断的熏喜 来强化我一个内造 内在观照的一个方法 我观照找出问题了 你进一步你要改变了 如果数十年如一意 我不会改变我自己 那所有的观照 所有的毅力到我这里 它就不能够起任何的作用 所以我也曾经跟前嫌人讲过 年纪越来越大 要回天的时间是越来越近 我告诉你们我心里面 一个忐忑不安的地方在哪里 我在道场上 北中南国内国外 我看到这么多的前嫌人 在心性上是高于后学很多的 然后在很多在半道的事情上面 他们是尽全心毫无保留的 护持这个道场 我就会思维我自己 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调整我自己 道理讲了那么多 但是如果自己的心性没有相对的提升 大家都对你抱以相当大的期待 结果有一天回去发现 啊哪会这样 那些酒钢酥在外院的墙壁 当壁花当壁灯 为什么 因为你将来回天之后 你站的位置各位前嫌 它都是依你的功德来分的 上天是没有任何的私心的 它分你就是分你的心性 分你对于这个道的一个认同度 你对于人的一个对应 慈心有多少 对于事情的一个承担你有多少 说了再多做没有两分 那一天一口气不来 就所有的人貌就呈现于外 可是那个时候你还站得住吗 我想到那一天我就会觉得很恐怖 那与其自己现在都在担心自己将来 没有自己所想的那么好 那眼前为什么不要好好鞭策自己 因为活着可以让我们 在瞬间只要我们肯 那么我们都可以在一系之间做大幅度的转变 可是一口气不来 修道就跟我们无缘了 所有这一生的好好换换 带回去就圆风不动由上天来评判 所以我们用各种方法去包容别人的有心之过 我们也是一个受益者 这个里面所讲的应该你我都有相同的一个心境 我们如果不原谅别人 这个内心是充满的 躁怒的 情绪不安稳 可是当你化开了以后 那个心结不见了 你就觉得自己的内心好像就在一瞬间风平浪静了 那种内心的祥和所带来四肢百害的循规道举的一个娱乐之情 各位前贤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 应该或多或少都曾经有机会去品尝过这样的滋味 还有当你不与人计较的时候 对方也不见得是十恶不赦的 所以你不计较别人反而会有一个警觉之心 这也是后学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我曾经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 在一件自己好没有犯错的事情的前提之上 我在找我自己的错 我在遇到那个奇耻大辱的时候 旁边也有一些其他的人陪伴的 别人都说我没错 我自己反反复复思维 我也确实没有任何的一个错误 所以当那一份的内境来的时候 各位请写 我当下的心平气和也不过只有一天一夜 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 那个无名怒火就三千丈了 那个心就开始什么 开始有了很大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起伏 那个内在的煎熬 那种痛苦是超出 超出你们想象之外的 因为不平 所以就饶不了别人 你饶不了别人 你的内心就充满了愤恨了 刚好我在研读王凤依言行诺理 任自己的不是 避了地狱门 找人的好处开了天堂路 我就用这两句话 反反复复思维 又问老母 让老母给我答案 老母不说话 所以我只好用王凤依先生的这些东西 我去省思我自己 我足足两年的时间 我解开了这个心结 当我把这个心结打开的时候 我发现对方也递出了他的善意 他没有说他错了 但是他觉得不好意思 我觉得就够了 所以到现在 还是一个非常平和对应的态度 这就是后学 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自己有一种感觉 圣人教的 你真的要依教奉行 因为只要你照着去做 最后受益的一定是自己 所以在文昌帝君里面 他讲 贱人不是诸恶之门 请问你 这不就是王凤依先生所说的吗 然后贱己不是诸善之门 所以过去喜贱能过 现在就回过头来看自己的错 不论是一个道场 一个家庭 一个职场 乃至于现在整个世界 为什么会如此动荡不安 因为举目所见 尽是人过 从不见己过 所以我们管不了世界 我们管不了国家 我们管不了别人 可是我们可以管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要做的 是让自己的佛性 去发号司令 广行英智 善格仓权 英智就是我做的任何一件的善行 我不让别人知道 圣经里面说 左手行的善不要让右手知道 这个叫做英智 凡为善不予人知 都叫做英智 别人不知道 老天知道得很清楚 人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各位前贤 他确确实实 没有一个念头 没有一句言语 没有一个行为 你散得过老天的监督的 我过去在发医图的时候 我因为那边道场有三财 后学有的时候内心的 对于某一些的事情不平啊 对于前辈子有些处事的方法 觉得有点不太顺眼的时候 上天都会借某一个机缘 来告诉后学 你这样的情绪是不对的 因为过去有机会去各个地方 去讲法会 法会都会安排三财 那先活都会慈悲你 修道人怎么还有内心 有这么一个强烈 一个不满的情绪呢 他们就教后学 先活教后学 你不敬他的胃 请你也尊敬他的年纪吧 他的年纪也比你大 这句话一出来后学 豁然就懂了 什么叫敬的 我们不是对我们的父母很尊重吗 老五老以及人之老 你为什么不用这种尊重的心 推积到其他的老人呢 你为什么就用一个高的 道德的标准去衡量其他的老人呢 就因为他修道 所以你就要求他特别多吗 那别人是不是也可以用相对的一个条件 回过头来要求你呢 任何一件事情不要反射出去 是反射回来到自己身上 那你遇到每一件事情 你养成这样习惯的时候 各位请一醒 你这一颗心 你这一颗心就能够长情长尽 而不会随尽流转 所以一个人私底下 能够四处与人广洁善言 隔就是感动 你会感动老天啊 所以人的命会好 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人的命会那么坎坷 崎岖不平 那也是你自己经营出来的 如果知道自己的命好命坏 都在我的手上去掌控 你我是要修大圣菩萨道的 我们不会这一生就成就菩萨道了 那你还要人间来历练 你来人间历练 菩提道上只有你一个人行丹影之吗 你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你不需要贵人跟你偶尔相逢 来帮你一把吗 如果有一天来生你走清修的路 你去化缘了 你不希望有人供养你一波饭吗 凡所有点点滴滴 你将来希望拥有的 你必须在自己现在活着的时候 你要去创造 你要去累积啊 你说这样子不都处处在为自己谋算吗 我不是教你为自己谋算 我是告诉你 凡所有看是你表面上为别人做的好 实际上所有的好连本带立 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思维的态度 你要达于妙行无助 我做了一件善 我就把它置住于脑后了 它就是很容易达成的一个目的啊 你就能够理念清静啊 所以人能如我垂心 天地稀如乙福 这是文昌帝君 就他前面所讲的种种行善的好事 讲完以后他告诉我们 人为什么会得善报 因为存心最重要 我们心里的念头 会成为我们嘴巴里的语言表达于外 它会成为我们的肢体的动作 行诸于外 所以人世间从来没有哪一句话 哪一件事 哎呀我不是故意的 都是故意的 你如果没有那个念头 你怎么会说那一句话 你看那个小孩子 如果你突然问他一个东西 他没有想到 他是穿梦结舌说不出来的 我们就是有一些意念 长期的运积在我们的内心世界 我们没有察觉 所以当某一些的情境现前的时候 他就脱口而出了 行为也是如此啊 所以存心的好与坏 是代表我们的言行举止 是流于善与恶 最容易找到的一个源头啊 所以如果能够长存善心 常说善语做善行 那上天一进 西就是赐 说是他赐 其实也是把你送出去的 你收回来而已啊 这就是我们讲的因果 所以你在任何宗门里面 不论学习再高深的道理 他万丈高楼不能够离开基础 因缘果报就是基础 所以太上感应篇的善报章也讲嘛 他说所谓善人 人皆敬之 天道佑之 福禄随之 中邪远之 神灵为之 所作必成 那这个人为什么处处都能够吉祥如意 好事成双成对而来 是因为这个人 心里外面都是一个好人 所以他有一个善的磁场 老天一定保佑他 福禄寿三星就一定围绕在他的身边了 当这些吉星高照的时候 那些邪恶的东西还敢靠近吗 不敢靠近了 所以我们所有常常参与方伴道物的人 我听过很多前嫌私下跟后学谈过他的感应 那就是因为在那一刻的时候 你在办善事 所以你是善心善行 那当然能够感得老天对你的一个后用 他就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逢凶化吉 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绝对没有那种任何穿着附会的地方 我们在座很多的前嫌 你只去思维 他一定有这种效果存在 光后学自己本身 不论是我自己本身遇到 或者沾了天恩施德的浩瀚 那一份恩泽降在我儿女的身上 乃至于庇佑到我的孙子的身上 我都可以时时刻刻的感受到 我台下有我的先生作者 他如果不认同我的话 他就会嗤之以鼻 他也是这样跟后学讲 他昨天才告诉后学 因为从婆家回来 我婆婆讲 哎呀你玉梅都是有老母在保佑着 所以很多事情就比较顺利 老母不是保佑我 老母保佑所有的人 但是他所有的保佑 他必须起来有志 要有这个因 他才能给你这个果 所以我们都希望周遭有一些良善的磁场陪着我们 那我们自己先要从我们这个心地里面去培养 让他里面充满着善心善念 所以你要求任何东西 不要求神拜佛 你自求多福就好 往里面求 那么感应就一定很大 这个感应就是心想事成 也就是佛门里面常说的 求富贵得富贵 求长寿得长寿 求聪明得聪明 那我们谈到如我存心 就要弄清楚人心跟道心的一个分别 在二六十中我到底是人心在作祟 还是我的道心在发号施命 那么他的判别的标准在哪里 这是取材自王凤云言行录里面 后学补充给各位前嫌的资料 人心的特色就是多思多虑 过去的忘不了 然后未来的没道 你就天天在想 那现在就觉得自己是焦头烂的 这就是人心的一个特色 所以如果你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你的日常生活里 属于宁静的一个氛围比较少 那就表示人心波动的几率比较大 还有人心贪夺无厌 你看坊间去拜神 都会看到拿的东西那么一点点 然后要求有没有 求这个健康求长寿 还要求富贵 还要求聪明跟智慧 你如果用东西以物易物 我吃你一包先贝 花不了你五十块钱 其实也没有我吃 我不过是我讲代表先佛 屁屁一个屁蜜 你放在桌上五分钟 你就拿回去你的店 开出来就去吃 买的时候 考虑到我们家什么人买不 是吧 你也没有考虑我啊 你摆上桌子五分钟 我还来不及看到那是什么牌子 你就看一看拿回去 然后还要在我前面求这么一大堆 所以各位前嫌 你不能去做土地公土地婆啊 你会累死啊 我们头脑这么聪明 算盘那么会打 滑得来吗 你给我五十块 我抱你五十五块 连本代役给你 我就觉得不错了 他要的不是五倍 不是十倍 是百倍千倍万倍啊 偶偶来一套 你要保佑他一家有没有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平安无私 贪夺无厌 对神都这样贪夺无厌 那现实生活里面多多欲善 有一句话各位前嫌 我们要试着不要常说 比如说某某人遇到不幸的事情 哎呀好险不是我家 不是你家就很好 那就是别人家的都后吗 这就是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慢慢去了解 什么叫做自私 原来这一个念头 他萌生的东西 他就代表自私 我们没有任何念头 别人遇到不幸 我们觉得 有一个悲悯之心就好了 当然你不能说 哎呀我带你我带你 你也带不了 对不对 这是用一个小小的启示 告诉我们大家 心念是如此的顺其万变 人心是如此的无所不在 常常在一个小小的事情里面 都可以看到他在那边耀武扬威了 第三个分别心强 我早上才跟我们合奖师讲 我说这些年来我觉得戴德佛堂 运作得很好 早期在我们中南部有一些公堂 他有几家家庭佛堂合在一起 他们要运作和谐 要经过很漫长的时间 这是我听前辈子亲口 在课堂上讲的 可是我们戴德佛堂没有 也不过就几年的光景有料 大家就能够互相的协作 来合作来分工 分工这个道场的一个盛事 这些都是好事 第四个比较困难叫做千情 千情就是人是感情的动物 所以很容易对于周遭 跟自己有关系的人 特别是血缘关系 特别是配偶 对父母还未必如此牵肠挂肚 相信吗 可是如果自己的配偶有什么事情呢 那个心里面就忐忑不安 那更有一个区块是忍胜于配偶 那就是你的儿孙的 你很不下心来去割舍 但是你很不下心来割舍 你对于他所有即将遭遇的事情 你却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协助的 他人生的路必然由他自己去走 任何人都无法去左右的 这是佛陀在经书里面讲的 你唯一能够帮助他的就是你陪得 积善之家有余庆 庆你的后代嘛 邦庆就是保佑你的后代的意思 所以有这四种的心态 他就是人心还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没有办法一时把他扫地出门 可是你要让他出现的几率越来越少 那这四种心态 常常存在我们的内心世界 各位前前你就是再数 再数就是你被这个阴阳二气给居住 你出不了轮回 这是最容易审判的一个条件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谈道心 反人心的跟人心不同的就是道心 道心如果运作的好 其实你到虚头环果 他就已经可以不为物谦 物谦就是不因为外在的人事物 他的心有任何的变动 别人说的好话 说的不合理的话 做的好事或者不好的事情 你除了赞美以外 你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这个叫做不为物谦 第二个没有人我是非 各位前要了解 这些是一个标准 没有说你今天就要完全做到 那就太残忍了 可是总要让自己有一个标准 我才可以为自己打分数 以前在学校有考试啊 月考啊周考啊起考啊 判定我这个时间有没有用功读书 你在修道的过程没有人替你打分数 替你打分数的人你看不到 是谁那是上天 是我们的院长大人 你看不到 看不到我们就没有警觉心 那怎么办呢 自己替自己打分数 没有人我是非 第三个就是忘情 夫妻也好 或者两代之间 他是因人的忌讳 这一生好聚好散 那不好聚呢 我也逆来顺受 我不再计较 我做我该做的事情 其他的我没有分外之求 你在现在活着的时候 不断的用这样正确的观念 洗涤自己的内心 有一天一口气不来了 你才能飘飘在天堂 要不然就被这个情字 把喀把气 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他会让你在很短的时间 又来人世间转世的 上天有留你在天上 想万花的轻浮 但是我不要做那个仙佛椅啊 老天能够把你用捆仙绳绑住吗 他就由得你了 所以你该来了你就来了 而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 我们最难去淡化的 就是用情太深 情太深了 特别是昆道 闲到这个区块里面 好像比较容易淡化 对不对丁江师 不仅仅是你 像我们张兄 我们道心有时候讲 周蒋师啊 这个太晚回去 张兄会挂爱 我说错了 他会说 嘎仔你今天在外面 又多激留了一段时间 如果你愿意常住 他是巴不得去签那个让出的清单 潜到在情字的一个作祟之下 情况比较少 昆道与生俱来 就是柔情千万千 事情 亲情感情 当你用的太重的时候 你就无法自拔了 所以要先淡情啊 不要说这个人世间有没有 哎呀我忘不了这些事情 你忘不了总有一天 你还是要把它丢掉 所以圣人教我们 练透是情才是修行 处在这个红尘俗世里面 同修道办合得来的 也不要有那种黏着的感觉啊 一定要去注意这个 不要出了社会的染污 掉到道场里面这个陷阱当中 跟某一些人特别投缘 所以交不离梦 梦不离交 各位前嫌这也是陷阱 所以我们很羡慕 旭云老和尚 他走大江南北 一个人来来去去 那也要一份的气势啊 那也要一份的胸襟啊 表示他没有俗情的一个牵挂 所以我们在人世间 我们了解自己奋斗的方向在哪里 而眼前学习的功课是什么 我们也清楚明白了 所以在历世练心的当中文妙 藉由所有圣事凡事的承担 把自己的内心世界 所有不该有的情绪 七情慢慢的把它淡化 这个才是真修行 道心的运作没有人我之相 他绝对没有人情的一个牵挂 所以最后用一句话 跟各位前嫌做这一堂课的结语 天底下没有你丢不掉 你舍不掉的东西啊 绝对没有 只有你愿不愿意去把它看淡 你看淡了受益的是自己 你不看淡 你就要面对那种难舍难分的 情爱的一个纠缠 而影响到了自己的未来 那这一堂课跟各位前嫌分享到这里 圣章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